大家好,我是大树 老生常谈 订阅后打开小铃铛 大家可能也都听说了这个事情 就是红社会一医学院的导师和学生集体患癌 这个事件医院给出的回复就是 这不属实 随后人就把实验室给拆了 你不打这招 但是这个事你也根本就包不住 因为大家患癌是属实的 而且全部人都患了 这癌症能成为传染病 那一定是红社会的专属 所以很多人就联想到了肺炎病毒 那中国实验室是不是存在安全隐患问题 真的,我用脚丫子都能想明白的问题 还让大家用脑子想 是不是实验室的问题 那就是不了解红鬼子 豆腐渣工程怎么来的 那你说建一个实验室 这么多安全指标 那就是钱 随便在一个环节里脱工减料 谁也发现不了 而且红鬼子可以买通工程师 最后这偷一点那扣一点 北大的具有强国社会主义特色的P4 破防实验室就诞生了 反正问题多了去了 不然他怎么能养活一堆境外势力 在这里天天聊强国娱乐 是吧 你埋了那么多彩蛋 在社会里 果子成熟了 自然也就吃到这些经过了 所以理解万岁 红鬼子无罪 那最近我刷抖音 我看到了我们国家 竟然从外太空里 带回来了一只外星虫子 我也是纳闷的 你正常的病毒你都研究不明白 现在你又整个外太空的病毒 你过来研究 我真怕哪天红社会再研究出个T病毒来 直接搞成生化危机 科普一下 相当年 生化危机 辱华风波 就是因为小粉红翻墙出来 看到板字幕惹来的 被墙外人嘲笑一拳看到板的脑残 还觉得有理 那不过呢 就看着这虫子 我怎么看它 都像咱地球的产物 你告诉我是哪个宇航员 拉出来的回虫 人没有一个国家 从外太空里 带出来过如此高级的生命 你在外太空带来的高级生命 既然是献虫 你这不是在侮辱群众智商吗 但是anyway 即便这个虫子是从地球带过去 又在太空里转了一圈的 那也说明我们的红鬼子 跟人家研究的方向不一样 它去研究病毒在宇宙中的作用 我真的不敢想象 一个泯灭良知的国度 一大堆红鬼子科学家 在红色的使命召唤下 会对人类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我都不敢想象人类的未来 但是说到恐怖 下面这个视频真的更加恐怖 这个人很容易 你看这个人 我估计被撞死了 谁来的 我估计被撞死了 不敢想象人类的 我估计被撞死了 你听到有点 我估计被撞死了 它也不取出 调整就这么多 独特 我们下一个人 从ada到 在自然的 走了 走了 这个大家看到的飞出去的东西 其实是个人 这人撞完人之后 在众目睽睽之下 拿了自己的东西就走了 而且我不知道 他往他包里塞的这种 像白粉一样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看上去很重要 所以我就上网搜索 这个人到底是何许人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后来我就看到 很多人说他叫罗易江 这起撞人事件 是因为他的汽车出了故障撞上去 我一看这阵子 好家伙 你还有公关团队 那就看看警方通报吧 结果警方通报 说这是一起交通事件 而且没有交代设施司机撞人逃跑的这个事实 这也就是说 他没有对这个事件定性 对吧 那警察不定性 如果要不是整一几 那一定就是有人用钱买通了这个事情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所以我就说 你上面碰到的那种研究虫子的科学家 再加上这群正在泯灭人性的小粉红 大家不觉得他们比这个外星来的虫子更加可怕吗 那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 就有一个烟台的大卡车司机 竟然被自己运载的货物给穿死了 真的 死神来了 他都不敢这么演 中国人死的太离奇了 你这个像导弹的东西 其实我在美国有见过 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人家运载这个东西是脑袋尖朝上的 是斜着穿出去的 不像他这样装载 但是anyway 就是说一个急刹车把自己穿死了 我想这个事情呢 其实是强国内一个失控见惯的事情 这个强国内发生这么多的死亡意外事件 一遍又一遍 你就不会对这个车的装载进行一些改进或者升级吗 你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吗 当然按照小粉红的这个理论讲 哪国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有点多管闲事 好 那我们现在作为吃瓜群众 我们再看下一个更加恐怖的事情 我也是服了这大妈了 你带着小孩你就别参赞了你 我隔着屏幕看我都觉得疼 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让这个女的秒变疯狗啊 非要咬掉对方一块肉下来 你才心满意足啊 你这个是解恨呢 还是解馋呢 于是呢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呢 我就查了一下该时间啊 没想到争执的原因啊 更加狗扯 竟然是一个急刹车引发的丧失咬人啊 原来啊这个男的啊在路上开车 前面的一个车呢 突然间就来了一个急刹车 那么他出于本能啊 他也就来了一个急刹车 那么跟在他后面的这个咬人的女的啊 看他前面的这个男的来了一个急刹车 所以他本能的也来了一个急刹车 但是刚好呢 他妈妈手里啊就抱着孩子 结果一下子啊 就把这小孩给摔出去了 所以啊这个中国家长一看啊 好家伙 我孩子都摔出去了 这气不打一出来啊 就要为孩子报仇 结果呢 他就把车开到旁边啊 然后别对方啊 连续别了三次 那对方也不是吃素的 是吧 于是呢下来就理论 紧接着呢就发生了这个上司变异的事情 但是呢 很多人看完这个事件之后呢 说这个女的啊 是怒怒症 不管是什么症啊 有病你得治是吧 你说对方一个急刹车 把你孩子给摔了 但是呢 你开车你把别人变停时 你想过你小孩吗 你跟人家干架的时候 你想过你小孩吗 你把人肉咬掉时 你想过你小孩吗 所以啊 我经常想啊 我们这么多强国喜剧啊 还有悲剧啊 恐怖片啊 还有各种伦理道德片 你说怎么的 他都可以教育大家 对吧 引以为戒 但是我就奇怪了 为什么小粉红看完 总是在骂别人啊 那直到呢 我看到了这个视频之后 我才想明白 要要要 真是说 好 咱看看啊 是不是相机了 我们的小粉红 这个网络里有个段子啊 这个爱强不爱挡 爱挡不翻墙 翻墙又爱挡 定是狗娘样 这个话操理不操 好 我是大树 笑看强国 入脑 入心 入魂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